Hello Hi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你一見我你就發了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新的一年就到你了 其實來講 今天我在這個 Lemonde de Beau 郊養 是不是叫郊養 郊養 所以今天來到這裡 坦白說 都是很遠的 離開冰州 但是這裡都是屬於冰州的管理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一件事就是 就是神椅 有什麼神座 你們就叫做神椅 有些人 但是被菩薩坐上去的 現在我們為你們 就是講 因為新的一年 九雲報 九雲報來講 對每個人 尤其是對我來講 很重要 我做得好給你們 你們就好了 因為很多產品 福品的東西 很多人都用得不錯 香 金銀煙 桂孕符之類 以及風水擺設 招財的福品 很多人都已經 港大的粉絲已經接受 而且這兩天 我見客 以及看風水 很多粉絲都會回應 來跟我說 跟我報起 用了你的桂孕符 你的福品 就非常非常有效果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 沒有生意 都便會有生意 這樣聽在我的耳朵 聽在我的心 我是非常安慰 我也非常開心 這樣我也很感謝 那麼多粉絲熱力的支持 在這裡 多謝大家 先跟大家說一聲 多謝先 因為我的努力 我的付出 是我盡我能力 我的範圍裏面 我盡量幫得多 我便幫大家 這樣 現在 在最新的這張椅子 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全球 獨一無二 即是說我們的產品 推出給你們 就像他們說 用了我的綠色色 很多人 試用了 人緣 人緣 大開 這樣 我都說了 不是說笑 真的 可以減肥波少 你們不妨試一下 很多人用到 對呀 差一點 瘦一點 它可以去風 它不是風濕油 它不是風濕紙巾 但是它可以有這樣的效應 我跟大家分享過 那個Vetu Su 以前我用來試 給我的粉絲試 給我的朋友試 每個人都很受歡迎 很多人都很鼓勵 我們快點出這個給你們用 這樣我們用給你們 好用的 OK的 你們基督用 這樣 現在有很多粉絲說 有些細胞的 方便大出門 有些人說 家庭我用 有沒有出大包 我都已經和廠家 開了一個會 我打算都會出大包 這樣你們都要留意提 關於豬肉入水 這個食物很重要 你明白沒有 我看下個星期 即是所說的 就會出的 這個 什麼來的 Ti Su Ti Su 下個星期有了 下個星期有了 我去出 快點 它去搶救 新麵裏面 還有乾的 乾的Ti Su 都出了 這個抹一抹你的麵 人見人愛 再抹一抹你的麵 神仙都站不穩 再抹一抹麵 靚女看到你都會上車 靚仔看到你都會和你笑咪咪 然後棺材看到你都會打開蓋 這件事 坦白說很好用 所以很多產品來講 我們推出 都是描殺的時間 一下子都賣光 金剛沙 很多人都用得非常好 而且那個是驅走那些衰人 那些衰魂 那些魂器 不要說降頭 撇斜 那些驅斜 那些是非常好用的 今天我有這張椅子 曾經我都有介紹過 你看不見到 做生意的人 這裡有寫字 生意興隆 這裡有經文 看不見到 這些經文寫下去 這裡有淺字 幫我們轉回來的一面 這裡就叫做財利亨通 你們就算做生意也好 不做生意的人也好 打工一族也好 你用了這個財利亨通 這張椅子來講 是幫助你帶動 和推動 銀子跟著你 因為人很奇怪 銀子是有眼的 銀子我們怎樣去努力賺 是賺不到錢的 做事一輩子都賺不到錢 如果銀子跟著你來講 坦白說 你不要 他都會陸續來 這件事大家都有聽過 所以說這些全部下了經文 後面這裏就叫做財富大開 經文又是不同的 看不看到 很清楚給你看到 所以大家要記得 意頭是很重要的 不是叫迷信 另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第三 轉一轉 你沒有福氣 你不健康 給多多錢你有沒有用 你不健康 可能你賺多多錢都是養醫生的 都是看醫生的 大吉利善 所以說我們做甚麼都好 意頭很重要 添福添仇 增加我們的福氣 增加我們的壽命 我們就要健康 人拜神我們拜神 拜神千萬不要迷信 但是我們有一個信仰 我尊重 所以說我做生意的人 生意興隆 字眼全部 那些經文 剛才我都給你看了 全部是不一樣的 挑剋的 這個是挑剋的 這個是挑剋的 所以說整張椅來講 不管你甚麼菩薩都好 都可以用的 大伯爺 二伯爺 觀音 三太子 雷洞斌 甚至乎 關帝 濟公 大伯公 甚麼 文殊菩薩 觀音菩薩 甚麼神明 都是可以用的 這張椅子 所以說你們大家 就要注意一下 這些是很經濟的東西 對不對 你外面反正都買椅子 你便買 有些人都問我 師父 其實那張椅子 是不是每年都要換 新一年 是不是真的要換 以及地主牌 是不是新一年都要換 地主牌 你明白嗎 所以地主牌來說 每一年都要換一次 一年換一次 隨舊迎新 神燈都一樣 不例外 所以這些地主牌 一定要換過去 天神牌都是一樣 天神牌都是一樣 你要換過去 因為這些牌 麻煩給我地主牌 因為這些地主牌 全部是行九雲 看不看得到 清不清楚 看到了 是行九雲的 設計的 一路來 我幫粉絲 一路來做的 是八雲 今年二零二三年 新一年 雖然我幫你看了 風水曾經 你們都換過去 比較好些 迎接新的九雲 到你 記得 在後面 都有印貴人符 我們人最重要 身邊 切出那麼轉 就是要貴人 千萬不要有小人 所以每一塊牌 牌 在後面 都有印黑 貴人符 以及他的經文 都有在裡面 所以你們要記得 好像天神牌 來講 打個比喻 天神牌 但是很多人放在天神 因為下雨 就是撇水 撇水 很多都是在下面 都會難的 有些人說 撕高他 可以嗎 最好不要撕 如果是難 如果是說 雲情好 暫時不要動它 如果真的 你看到 不過眼 不好看 這樣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就要換一個 天神牌 你明白沒有 所以 都是說那句話 耳頭是很重要的 千萬不要影響到你的生命 和你的運氣 和你的財運 這個很重要 謝謝 所以說 你們要記得 神燈對我們來說 你用普通的椅子 和這張椅子 當然是天淵之別 當然是有分的 因為我每次 我除了念經 燈塔念經 很多這些產品 都是我設計的 給我一個金花 給我看看 金花 金花紅糖 這個就是我們推出的 這個叫做財富大開 紅毛的 你們那些綠色的 這是紅毛的 這是貴人 人頭又貴人 很多人不明白 為甚麼人頭這麼難看 它不是難看 它是貴人 這個叫做雙公雀味 這個叫做孔雀味 恐雀的味 Orozena 不是人造 是Orozena 不過這些全是用手工做的 這裡寫著財富大開 看到嗎 它有紅毛 有綠毛 看到嗎 有藍貴人 有女貴人 它有分 所以說 這兩個人頭 都是藍貴人 和女貴人 這個是為你們而設的 你們看 後面都有印的 這個是真的 慈命中海外的 這些事 不用說話了 大家很明白了 所以這張椅子 最重要的是 你們放下去 反正你們過年都要換 就換個新的 每一年都要換 不要節省那些錢 隨舊 迎新 拿兒頭 年頭 黃島年尾 就很重要 因為 說真的 每一年的年尾 和年頭 就說我很緊張 但是 過了年之後 最緊張是甚麼 就是我們年中 我們年中六月 就開始 我的立場 就開始計下一年了 所以很多人都說 下都未到 用不需要這樣做 不早做 早些做 就早些好 你好我好 大家一起好 你做得來 你就年尾 所以有些人 就說年頭好 年尾會好 年尾會好 有些年頭好 年中又沒那麼好 年尾又會好 有些年頭不好 年中又好 年尾又不好 有很多因素 我們華人傳統 很重要 就是二頭 我就說二頭 我比較 Chinaman 我比較老套 我就喜歡 跟上一代的做法 你們都是一樣的 所以說 這些椅子 你不要少看它 這些椅子 按下去 還有尺寸 幾多寸高 幾多寸弧 全部是有 風水尺來讀的 如果是說十二生肖 可不可以用 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想給大家知道 這些椅子來說 坦白說 讀一無二 如果外面有得賣 都是充貨 索邊那薩達那些 全部都是充貨 那些貴人符 外面的索邊那薩達那些 全部不是我的產品 你們不要死蠢 所以說 大家要明白 一件事 就是不要賣錯 一賣錯 就皆落傻 你明白嗎 一做錯 就皆落傻 所以我想讓大家知道一下 好了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祖先的靈位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就看到主人家 大祖先 原來是沒有神主牌 登登登登 看不看得到 這樣很多人都問 師傅 其實我 就 功奉我的老公 功奉我的太公 功奉我的太婆 功奉我的阿公 我的阿婆 或者是老公 或者老婆 有些是這樣來功奉 但有些是在各人 有些人說 不用放牌 這樣功奉就可以了 有些人都問 這樣功奉會不會招音呢 是否拜了靈體的東西 會不會惹到靈體不好的錯位 其實是會影響到的 你沒有神主牌 第一 在你心目中來說 我是拜哪一位祖先 對嗎 拜哪一位先人 但是規矩來說 你這樣來拜祭 就不對了 在邏輯上 如果你這樣拜祭 我們唐人一句說話 我們廣東人 即是說 多個香爐 就多隻鬼 有否聽過 所以如果你這樣拜 根本上 你的先人 你的祖先 他不知道有沒有錯位 第一 你沒有陰陽眼 你看不到他 你跟他溝通不到 第二 不需要說一定要陰陽眼 我們這樣一眼看下去 一看就知道 也不知道拜哪一位 所以會變成混淆 會延回性會很大 而且會影響到 年輕賺食都會辛苦很多 因為我們很擔心 我們自己人 大大小小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也好 打工也好 即是說 做事不順利 千萬你們不要這樣來 拿個香爐來拜祭 又沒有神主牌 什麼都沒有 是規矩 規則來說是不可以的 有些人又說 不可以上牌 不可以入位 這樣你怎樣 沒有牌 入不了位 入不了座 這樣你有個牌 人家就知道 那你無名無聲 那你拜哪位 你不是自己安慰自己 所以說 千萬你們要記得 祖先一定要有一個神主牌 有一個神主牌 有一個神主牌當然好 有一個神主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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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看看 有一個神主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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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在計劃 因為太多事情做過年了 因為多兩天 我就要回到吉林坡 我就要飛去新疆 太平北京之律 以及成都 去看工作 不是旅行 我沒有時間旅行 先跟大家說說 可以說 這個是普通的神主牌 因為神主牌有幾十種 每個人按照的祖先牌 都不一樣 想讓大家知道 所以說 你一定要用一個神主牌 按下去 我想讓大家知道 這樣我們計算 每個人用的神主牌 是不一樣的 這個主人家用這個神主牌 另外那個主人家 是用另一個款的神主牌 神主牌有十幾種款 有十幾種款 所以我希望你們大家明白 記者 如果你們拜祭祖先 先人 或者最親的長輩 你們一定要放個牌 一定要 規矩 有些人拜祖先 祖先一定要放一個歷代 你沒有歷代 就是證明你拜個人 有些人寫他的名字 單人一個名字 他寫單人的名字 你只是拜一個 你不是派歷代 如果你是姓何 或者是姓黃 或者是姓陳 你要寫陳姓歷代 有分的 因為祖先派真的有分的 所以你們要記得 因為一般上 我們說 賀門 歷代祖先 批考的神位之一 你要這樣寫的 有些來講 就沒有寫他的名字 有些就寫他的名字 如果單獨寫他的名字 你是單獨拜一個 如果你要寫到 好像姓陳 陳門 唐上歷代祖先 他是有分的 所以台面來講 每個人都不同的做法 寫法都不一樣的 對聯兩邊都不一樣 因為外面賣的 因為紙紙舖都是大眾 大致上都是一樣的 所以要記得 祖先的香奴 如果是這樣來拜祭 就不太理想 一時錢你找到 但問題會有很多 第二 加習和不靈 都會影響到很多 所以我希望你們大家明白 所以要記得 無論如何都好 如果你要拜歷代祖先 一定要寫一件 或者是說 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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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 這樣要寫 所以你要搞清楚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為止 記得 千萬不要只有一個香奴 擺在那裡 因為一時的事 一個不小心 可能會招惹到靈體 坐位 都不敢說 都很難說 是我的事 你說是不是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為止 要記得 神燈千萬要賣 等到我過年前未換 過了年我可以換 沒有可以換 隨時都可以換的這個燈 要記得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為止 最重要 是開過綱 加持過 重過經 有經文在這裡 就肯定沒有死了 拜拜 謝謝 謝謝